City is a cinema Cinema這個字可以解作戲院 但也可以解作整個電影的文化 所以我們的城市是一個 cinema 一個整個電影文化 我從這樣去理解 我有兩個很即時的聯想 第一就是我記得我去外國做交換生 我去美國做交換生的時候 我在很多美國不同的城市 我有一個印象 我好像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見到人在街上拍攝 或者去到不同的宿舍 都認識一些很喜歡電影的人 我乘火車 對面的乘客 見我拿著電影書去看 和我去討論City is an King 我很希望香港都可以有一個 更加多人去講電影 更加多人去討論電影 我希望在香港見到有人在街上拍戲 無論是大的製作 甚至乎更加treasure 一些小的製作 每個人都在街上拿著機拍攝 這件事 我希望可以變成一種常態 或者至少大家很包容這件事 全城每個角落 我們都可以拍片去做創作 去做影像拍攝的創作 這是我第一個聯想 第二個聯想就是我自己拍戲 當我越拍得多戲 當我越在香港住得久 當我尤其遇到近年香港發聲的事 我在拍戲的創作裏面 我越來越喜歡拍香港的街頭學美 但問題在香港在街頭拍戲 其實我受到很大的制作 有少少不服當年的 當然我都不是完全單純地崇拜 以前林嶺東那些拍戲麥當雄 拍警匪槍戰在街上打真軍 嚇死路人在街頭做爆破 這些我都不是很喜歡的 但問題是 我有時看到很多外國的電影 往往很自然地表達到街頭行李的美麗 但往往香港都是拍室內的 都是很多時一個場景的發生 都是在一些很控制到的環境下去拍 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發展到一種方法 我和我的創作團隊或祭典團隊 可以發展到一種既有功德心 但亦都可以很自由舒暢 很靈活地在香港不同的城市角落 可以去拍到片的一種方法 將香港我覺得是很有質感 很有動感 很靚的城市面貌 呈現在我的電影當中